中国新型核潜艇建造中沉没 美国因东风31AG制造假消息 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华尔街日报2024年9月26日专题报道 中国最新型核潜艇沉没 军事现代化进程受挫 传台事故发生之际 中国正在试图扩充海军 有人问怎么看 我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 我认为这一定是大纪元时报 结果我仔细一看 没想到是华尔街日报 而且是华尔街日报的头版头条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根据消息 美国官员称 中国最新核动力攻击型核潜艇 于今年春季沉没 什么事 今年春天发生的事 现在报道 到底想干什么 官员评论 这对中国的一项优先武器计划来说 是一个重大挫折 此事于五月底或六月初发生在武汉的一家造船厂 中国当局极力掩盖此事 此前从未披露过 问题是武昌造船厂仅能生产常规动力潜艇 根本生产不了核潜艇 而且核潜艇跑到长江内核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中国正在努力扩大海军 包括扩充核动力潜艇部队 五角大楼将中国视为其主要且长期不断进行中的威胁 北京一直在利用政治和军事手段 挟迫台湾 中国表示 其建设一支一流军队的目标 是遏制侵略并维护其海洋利益 美国不知道这艘核潜艇沉没是否携带核燃料 美国专家表示 这种可能性很大 水下技术长期是美国的一大优势 但中国在努力缩小差距 什么意思 给我一个感觉 美国在编故事 这件事不可能是真的 或者是一件小事被美国故意放大了 美国的消息来源 两个同一地点不同时间拍摄的 卫星照片 根据消息 今年5月16日 卫星照片显示 一艘新型核潜艇正在船台上建造 地点是武昌造船厂 但是还是那句话 既然是武昌造船厂 我们知道武昌造船厂没有能力生产核潜艇 难道美国这点都不知道吗 然后今年6月15日 同一个地点 卫星照片显示 几条大型维修船在船台附近 新型潜艇已经因事故沉没了 华尔街日报的评论 一艘在新船厂生产的新型核潜艇沉没 将减缓中国扩大潜艇舰队的计划 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对此评论 这件事意义重大 无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还是当地政府都没有承认这一事件 对比一位美国高级国防官员评论 这种事很正常 中国军方一直以来不透明 以及中国军工企业的腐败 出现这种事属于正常现象 家常便饭 根据消息 虽然潜艇被打捞上来 但可能还需要几个月才能下海 美国专家称 并没有发现人员伤亡 或者周边地区受到辐射影响 有人问如何解读 咱这么说出大事了 为什么出大事了呢 如果现在你到谷歌上 用英文来搜索 中国潜艇铺天盖地的报道 华尔街日报 CNN 加拿大环球邮报 美国国家利益网站 可谓是争先恐后 都在看中国的哈哈笑啊 但是我有一个小问题 今年六月的事 怎么现在才通报 很不像美国媒体的作风啊 还有 虽然中国媒体的战斗力很差 但是我们知道 中国媒体当中 屁股歪的一大堆 这类事情如果发生了 特别是涉及核潜艇 特别是涉及核泄漏 一传十 十传百也传开了 再说 中国自媒体比美国发达很多 出了这种事情 只包不住火 不能说一点事情都没有吧 另外 一切有关核潜艇建造 在中国都属于绝对机密 包括卫星拍摄 也就是说 要么中国内部有人泄密 要么美国方面就是在睁着眼睛胡说八道 这已经不是射箭化把了 六月份发生的事情 九月底进行全面通报 大家一起口嗨 你什么意思啊 这个里边呢 我给大家一个场景 就好比这个样子 咱退一万步 咱就说这件事是真的 保密工作做得很好 没人知道 发生了核泄漏 周边群众步调一致 替国家保密 同仇敌忾 针对美帝是吧 即使出了这个事故 中国的造船能力是美国的220倍 中国得到的造船订单 不知道是美国的多少倍 美国想宣传这件事不安全 中国的造船能力一夜之间归零 你美国也接不住这些订单 我倒是想知道 是什么原因让美国在所谓事件发生三个月以后开始炒作呢 我们之前也说过 武昌的造船厂他造不出来核潜艇 他只能建造常规潜艇 而通过卫星照片 你怎么就确定这是一个潜艇呢 它不是一个潜艇模型吗 如果它是一个潜艇模型 你随便瞎猜你在干什么 你不要把我们这些订阅的读者当傻子 关键点在这里 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必须来追究 怎么回事 根据文章 潜艇因为事故沉没了 过了一段时间打捞上来了 几个月之后可能要下海 然后中间事故这个过程 留给美国人发挥想象空间 把读者当傻子 然后把这些事情吵起来 变成了今天的故事 这个里边有一个问题 假设这件事是真的 很有可能是这样一个场景 五六月份的时候的确出了点事 但是很快这个事就平复了 很快这个东西被捞了起来 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 这件事最开始传到美国这里 美国很有可能一看 这是一件小事根本不值得通报 但是为什么到九月份 突然间给他包装成核潜艇事故 这是值得思考的 要么他根本就没有这件事 这艘潜艇本身就是美国编故 是炒作起来的 开始炒作起来 说是美国的威胁 然后现在炒作之后又变成了 他沉默了 中国没有办法来扩充自己的潜艇部队 这到底是怎么搞的 我们值得思考 其实吧 这种事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原因 美国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 传播假消息呢 大野猫认为原因有三点呢 首先一点就是前天中国进行的东风31AG 一万两千多公里的远程战略导弹的试验 这种事事事先通报了美国 让美国感到很不爽 那有人问为什么事先通报了还很不爽呢 这里边强调一个观点叫威慑 就比如说什么是威慑 我有能力针对你 我有意志针对你 你知道我有能力 我有意志针对你 这叫威慑 如何让美国知道呢 事先通报一下 比如说六个月之前告诉美国 我们要向南太平洋试射导弹了 然后美国进行全程监控 最后证明了中国取得的成功 如果这时候你是美国 你会怎么想 这等于说中国骑在我的脑袋顶上拉屎 对我骑脸输出啊 这种事中国不告诉我 还算好事 他现在告诉了我 然后我全程监控 证明他成功了 你想想美国高级的这些研究员该怎么想 尤其像传统基金会 对中国没安好心的这些人 他们发现中国针对美国进行了有效威慑 美国再也没有能力针对中国做文章了 他不得鸡飞狗跳破大房啊 这是一点 但是这件事是次要的 第二件事 不知道大家清楚没有 英国澳大利亚美国不是搞了一个奥库司吗 美国不是承诺给澳大利亚核潜艇吗 但是现在美国造船业凋敝 给澳大利亚核潜艇是一拖再拖 现在变成了什么 澳大利亚爽了法国的约 然后给了美国的钱 美国没有办法交付这些核潜艇了 预计2040年交付 现在变成了2050年 这对美国来说可是大跌眼镜啊 美国的盟友 美国周边的这些国家 以及与美国不对付敌对的这些国家 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他们看到了美国的凋敝啊 这不是美国想让世界看到的 所以美国怎么办 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第三点 美国海军最近发生了一件大事 让自己在世界面前丢了大脸 根据华盛顿邮报 美军在中东唯一一艘综合补给舰出了重大事故 让美国在中东的林肯号航母战斗群彻底失去了作战能力 根据消息 美国大脚号综合补给舰在阿曼湾搁浅进水 失去动力 目前正在拖网迪拜大修 现在美国在当地的海军舰艇正在求爷爷告奶奶 试图寻求民用补给船做临时应用 整个美国海军类似大脚号这类的补给船不到十艘 能上战场的据说只有三艘 由此可见美国这个仗还怎么打 你成天说干涉中东的事务 现在你表现的自己又没有实力 你怎么办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发现了一点 世界需要的是什么 需要的是战略平衡 中国实现了东风31AG 弹道导弹的试射证明了中国的实力 美国的民兵三栽了 哨兵导弹延期了 美国的奥库斯潜艇没有办法交付 美国的综合补给船差点沉入海底 这等于说美国在世界上与中国的平衡正在失衡 那么美国会发生什么事 如果按照美国的逻辑跟中国的平衡没有了 是不是就意味着中国可以随时拿美国做文章呢 如果美国是以己夺人 那他想到这一切的时候肯定是几倍发凉 所以怎么办 在这种情况下 他要动用自己的宣传机器进行远程养殖 制造假消息 随意编故事 搞无中生有 制造中国的假消息 试图给人一个感觉美国还很强大 因为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在此一搏了 大家怎么看底下留言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野猫节目 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订阅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 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